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 使用Carleneus里面的Jung 这个软体来进行密码的破解 好那这边要说明一下 这个 我们所介绍的一些方法 只是让你练习了解知道如何 这个设定够好的这个密码 一旦你的密码设定的太简单 很有可能会被 一些攻击法 在短时间内测试出来 所以呢 千万不要把 相关的手法应用在 没有经过授权的主机上 做这样的操作 那 如果呢 违犯相关的法令呢 由使用者致富 那请各位呢 要练习的时候 以自己架的虚拟机 当做练习的环境 不要 去找这个 未授权的这个主机 随便测试 以上说明 好 那这是卡利Linux 那我们登入系统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建立的虚拟环境 虚拟机里面 那看一下 好这是自己架的这个虚拟机 好 那在 Linux底下 他的密码呢是 账号跟密码是放在 ETC底下 所以各位可以用CAT 然后呢 PASSWD PASSWD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密码 有帐号啦 这边没有密码 好 OK 那这个打插是代表他是有设定密码的 比如说这个 好那我们来增加一个使用者 当测试之用 所以我们在 Linux底下 新增一个使用者 好我们add一个user 然后呢账号叫做 Kevin 好那这边我们用比较阳村的密码 好那这边呢 会输入一些资料 好这边就是 因为我们是在测试用所以随便乱打 好那yes OK 好那我们就看出来我们多了一个 账号叫做Kevin OK那我们再CAT一次 ETC底下的PASSWD 好那我们是不是多了一个 使用者在这边 好那他一样有这个密码 那密码是哪个档呢 我们用这个 CAT ETC底下的shadow OK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呢 是有 这个 经过hash之后的纸在这边 所以他是有经过处理过后的密码呢 储存在这里 这是他的账号 对应他的密码 这样子 好那 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要先把他 做unhash的动作 好 所以我们 把它复制过来好了 好那我们 接下来呢 知道有这个 ETC底下有PASSWD跟Shadow 那我们要先把他导出来 那怎么导呢 我们用unshadow unshadow这个指令 然后把ETC底下的PASSWD 跟ETC底下的Shadow 这两个是对应的 然后呢 把它导出来到 点TXT PASS.TXT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边就多了一个 PASS.TXT 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些 这是他的内容 好那底下呢 Kevin 对应到他的密码 然后还有对 这些资料 就会变成是一个什么 好这个是 完整的 好那我们离开 好那打出来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去找那个字典档 字典档在 我们先切换到 USR底下的Share 底下有个WordList 那这边呢就有一个档是 RockQ 点 TXT GZ OK这边有这个档 那我们把它呢 做什么 复制过去好了 我们把这个 RockQ点 TXT.GZ到 哪里到家目录底下 好那复制过去我们回到家目录 好 各位有看到一个 RockQ对不对 这边有旧的档案 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先删掉 好 所以这边有一个 RockQ点 TXT.GZ 好那我们解压缩 用 GUN ZIP 然后 针对这个档 做解压缩的动作 好那解完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多一个档 就是 这个 各位看到这个档 这是解压缩完之后的结果 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 我们 OK 我们用这个 Tail一下 我用 Less 在这里面的内容就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他其实就是收集了很多 密码 所以有的人习惯使用这个Password当作密码或是I love you当作密码 这些都是被 经过统计之后 蛮常用的被收集在这边 好那这只是众多 字典档的其中一个而已 那网路上也有人在卖好几句的这个密码档 这个密码的这个WordList都有 OK 好那有了这个档之后我们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用Jump 这个软体 然后呢 减减 RRD List 等于 就rocku 点txt这个档 然后呢 减减 rul es rules 这样子 好 所以各位这边可以看到 看得出来他是引用哪一个档 好哪个字典档 然后呢他是要针对谁 好那当然你从 比如说nt系统上面 去 这个 把这个密码档档下来的话 好把它 dump下来之后那这边还在加一个-f 好去设定他的格式是windows的 的这个形态 好那因为我们现在在Linus上用好就直接用这样就可以了 OK 然后他就开始跑了 有没有他找到第1个结果了 减减因为他密码太简单很快就被破解了 对不对 那就从这个资料里面就可以破解出来 好所以从这边呢 好各位就可以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的密码设定的太简单 好那很快就会被破解出来 那当然 他就是把字典档里面的 这些字呢 跑去 跑 好透过 在Linus底下相同的演算法去产生一组资料然后跟你的字典档 给你的这个paste.txt档案里面的内容比较看看 如果match的话他就知道你的密码是哪一个 所以 字典攻击是 真实存在的 那网络上有很多字典可以这样子来 测试 所以密码呢 千万不要用常见的或者是 太有规则的 要加入一些 特殊符号 长度要够 大小血都要加 这样才会比较安全 好以上 简单介绍提供给各位参考